大家好,我是格子 咱们中国有句古话 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那么大家都知道 当意大利疫情严重的时候 医疗物资告急的时候 咱们中国先后派遣了两支医疗队伍 携带了30多吨的医疗物资 去全力支援意大利 那么曾经意大利向欧盟各国请求支援 但无一回应 为什么偏偏只有中国 在疫情没有结束的情况下 要全力支援意大利呢 很多网友就提出疑问了 我刚才也看了一下 原来咱们中国和意大利 已经有50年的身后友谊了 那么早在1970年的时候 咱们新中国刚成立 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的孤立 还有包围 意大利作为发达国家 是第二个与中国大使建交的国家 1988年中国要成立医疗急救中心 希望能得到欧洲的支持 那么作为医疗水平发达的意大利呢 也是先后支援中国建立了四个高水平的医疗急救中心 那么第三就是2003年的非典 我记得那晚我刚上初中 我们都停课了 因为出门的话 就有可能感染这种病毒 非常危险 但是意大利总理呢 顶着很大的压力 来北京访问 为我们提供医疗技术上的支持 那么2008年的汶川地震呢 意大利也是第一支派出医疗队伍支援中国的国家 那么还有就是2020年 疫情在中国爆发的时候 在咱们中国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意大利政府还有人民 为咱们中国提供了急需的医疗物资 看到这些呢 我相信国人呢 也非常感动啊 我觉得意大利呢 是一个友好的 友善的国家啊 它和咱们中国呢 从1970年到2020年 这50年啊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啊 所以咱们中国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啊 先后派出了两支医疗队伍 携带了30多吨的医疗物资 去全力支援意大利 那么我相信呢 在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啊 一定能够早日战胜这个疫情 好那朋友们 那你们看完意大利和中国的故事 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